大家好,老陈今天给大家介绍Cindy Starford Cindy Starford今年30岁 她呢,出生在越南 她的家庭啊,她在她自己的个人网站 我顺便给她推广一下她的个人网站 她的个人网站呢,域名就是她个人的名字 CindyStarford.net CINDY STARFALL.NET 她大约15岁的时候啊 她全家呢,就移民到了美国啊 到美国之后 她呢,也就是跟我们很多的亚裔家庭一样嘛 就是,开始正常的上学 上中学,上大学 她还拿到了 Business Marketing方向的Bachelor 就是学士学位 然后,她就去工作 工作了一段时间呢,她感觉到 那个不是她想要的方向 她就开始,就转入了 这个AV女優行业,这边呢 叫Pond行业 她呢,也是遇到了贵人 她说她遇到了一些大公司的一些经纪人 然后,让她参加一些试镜 然后她就开始拍摄 她做了很多的DVD 她也是属于这个AV界的大牌明星 所以她在她的自媒体方面 运营比较少一些 她主要是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她自己的网站上去了 她的网站上,她的服务还非常的全面 比方说,她呢,可以给你签名 她自己打印出来的照片 可以签名她 你去买她的DVD,她给你签名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可以跟她约 当然是出价了,拍卖自己嘛 就是她给你一对一的,给你进行 视讯吧,就是视频 然后你在摄像头的一边 她在那一边,你让她做什么动作 她就做什么动作 好像就那种虚拟作爱似的 然后她就非常的高兴 当然了,你也可以 她可以到一定的时候啊 就是粉丝她认为比较可靠的时候 她会告诉你她的联络电话 你还可以跟她电话联络 有时候呢,她也可以到飞到 你所在的那个城市里头去 当然了,就是看是不是顺路 或者是,是不是你的出价足够高 然后呢,就跟你见面 然后,接下来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你们就可以商量了嘛 就是,当然了 嗯,就根据你经济能力啊 或者你个人的个人魅力啊 或者是她自己的一些需要啊 这就很难说了,由她说了算了 嗯,所以她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也非常非常灵活 你看我这好像又是说的比较空洞了呢 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就大家就看视频吧 你看视频上 嗯,看上去她多么的小巧玲珑可爱啊 当然了,我比较喜欢她的方面 除了她这个小这个方面 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小一些的 嗯,另外就是看上去她好像比较纯真 她的乳房比较大 但是呢,那都是真的 她没有做过龙熏 就是没有做过整容 她的肤色呀 啥呀,都典型的 那个越南姑娘的那种特点 你看着看上去就是 非常非常的顺眼 非常非常的不错 嗯,她呢,也是在一些 就是AV行业的这种影展当中呀 拿各种各样的奖 拿到手软呀 拿了好多好多 所以呢,你 当你在屁站上 找到她的这个 就是Cindy Stafford 她的这个频道的时候 你看到她订阅那么少 才两千多个人 观看那么少 也没有个人介绍 所以呢,你就不要太把她当回事 其实呢,这是个非常水平高的 就是 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AV女優 她在她的那个 P站上面 有她的网站的链接 你这个Cindy Stafford 她她的最大的优势 就是跟她的粉丝互动的比较多 她自己的网站 她就是主要是跟粉丝约会的 就是当然了 包括在线的约会 跟线下的约会 各种各样的约会吧 所以呢 她的就是粉丝的忠诚度 是相当相当高的 另外她的这个网站设计 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有她个人的各种各样的生活 你可以看到生活当中呢 就是不是舞台上的 舞台下的一些Cindy Stafford 是什么样的 她喜欢跟其他女孩子一样 也是非常喜欢摆个pose 照个像啊 也是非常喜欢去购个物啊 做个美食啊 等等等等的 还非常喜欢体育 嗯,这是很多的 就是体育啊 是很多的AV女優 她非常重视的事情 因为她们要保持身材 要保持一定的体力 因为那是个力气活儿 就是实际上是个labor工吧 就是要 要经常锻炼才行 不然到时候她气喘吁吁的了 或者是干不下去了 因为这个拍戏啊 跟正常的夫妻生活 是完全不一样的 非常非常辛苦的 每一个动作 如果有剧本的话 可能都得重复 好多好多遍 是非常非常枯燥 给大家呈现出来的 都是她们经过剪辑啊 把大家不愿意看的部分 都给Cut掉了嘛 有时候你在P站上 你输入进去 就是 After Scene 或者是 什么Back Scene 等等等等的 就是后台的那些 你就能够看到 她们是多么的辛苦了 好了,谢谢,再见,拜拜 拜拜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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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